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付的学费应该算作消费还是投资 三 美国受疫情影响 很多工人失业 假如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给失业工人发放失业补助金 这笔钱能算政府支出吗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 孟泽首先要感谢一下B站观众 战恐局外卖局长的热心留言 在前几期的视频中 孟泽讲了什么是GDP 这位观众在留言中提到了GDP重复计算的问题 因此 孟泽打算再做一期视频详细地讲一下 GDP到底是如何计算的 为了做好这期视频 孟泽参考了多本宏观经济学经典著作 整理了约70页的内容 直接阅读理解这些内容 大约需要花费你两个小时的时间 孟泽将其中的主要内容 结合自身的理解和观点 浓缩为5分钟的视频 帮您节约时间 在此特地讨个赞 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1.如何计算GDP 支出法是最常用的GDP计算方法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GDP等于C加I加G加NX C是指消费 I是指投资 G是政府购买 NX是进出口 即出口额减去进口额 2.消费 消费指的是家庭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商品包括汽车 家电等耐用品 以及食品 衣服等非耐用品 而服务则包括理发 医疗 这类无形的东西 在这里有一种特殊情况 这就是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 小明结婚前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新房 用于婚后小两口自住 这个时候小明买房所花的钱 不能算在消费里 而应该算在投资里 具体原因 我们会在下一章节讲投资的时候讲到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小明买新房是在投资房地产 只不过和包租婆不同的是 他是自己把房子租给了自己 3.投资 GDP里的投资和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股票 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这里的投资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在用途上 它指对用于未来生产更多物品和服务的物品的购买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能提高生产力的东西 二是在属性上 它具有物质属性 是指资本 设备 存货和建筑物的总和 前面我们提到小明的新房 第一 它能被用于出租或提供服务 第二 它明显属于建筑物 所以归类到投资里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大多数人认为 给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 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教育虽然能让我们的子女拥有更高的起点 能提高他们未来的生产力 但其本质还是一种服务 不具备物质属性 想象一下 我们经常将老师比作心情的园丁 园丁虽然也能种植出花朵 看似是生产的商品 但其工作的主要性质还是提供服务 专门从事花卉植物生产的职业叫花农 因此我们对子女教育的投入 不能算在投资里 只能算作一种消费 看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 没关系 我来帮你理清 假如你是学生党 看中了一款苹果最新出品的MacBook 你要怎么说服你爸妈买给你呢 首先你肯定得强调 我买这个不是用来打游戏的 是为了学习 提高生产力 然后你还要说 苹果的产品质量好 虽然贵一点 但是能用很长时间 所以买一个其实很划算的 如果你是孟泽读书的观众 再加上一句 能提高生产力的耐用品 嘛 这在经济学上就是典型的投资 您将获得超额回报 不信你看孟泽读书 以后这种事情你还是别提我 四 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是指政府用于物品与服务的支出 包括政府员工的薪水和用于公务的支出 我们视频开始时提到 美国因为受疫情影响 很多工人失业 假如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给失业工人发放失业补助金 这笔钱能算政府购买吗 很显然 不能算作政府购买 因为这笔钱并没有交换到当下任何的物品或服务 像这样子的钱 我们在经济学上通常叫它转移支付 关于转移支付是什么 我们会在后续的视频中继续讨论 你现在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付的税收即可 5.进出口 进出口就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 为什么要减去进口额呢 因为进口商品或服务 已经被计算在消费 投资或政府购买当中了 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进口的兰博基尼 那么你买车的钱就已经算作消费被记录在GDP中了 在这里 孟则要纠正一个网上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买国货能增加本国的GDP 买进口产品会减少本国的GDP 所以我们要支持国货 支持国货的观点是对的 但从GDP的角度而言 无论是买国货 还是买进口产品 GDP都是增加的 没事多看孟则读书 能有效防止被键盘侠们洗脑 好了 以上就是孟则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内容 想了解经济学相关知识的同学 孟则给你推荐曼昆的这套经济学原理 这是套通俗性和专业性兼具的好书 最后孟则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报网课的经历 这种知识付费产品的购买 在GDP核算中 应该算作消费还是投资呢 知道答案的同学 请在留言处告诉我 这里是全网最棒的学习成长频道 孟则读书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